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的望向编辑部 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迪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 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节我们就讲讲 这个算不算拜登 在遗害美国呢 或者是否他留下苏州K呢 我不认为 其实是这么多任美国总统累积下来的 这个 不单止是美国问题 都可以这么说 是西方世界他的一种 傲慢造成 可不可以这么说 是他们这个傲慢搞成这样 特朗普未上瘾 被华盛顿 其实一直以来 美国都觉得 南美洲 整个拉丁美洲不单止南美洲 都是他们的一个叫后院 是有 很大的战略意义 当然是 家里的家门口 尤其是墨西哥 古巴这些更加是 秘鲁就离美国很远 秘鲁正正中南美洲 但是 现在 南美洲战略格局 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就算 连西梅也认为 这个星期 就会有一场大戏 什么大戏呢 原来秘鲁主办的APEC 上次就是 记得三藩市 美国都去 也令到老宿者 不能躺街 现在 更加是比较硬的 这样 将老宿者 安置 他们叫安置 其实就是 拘广 安置你 当然我觉得有时候你也是需要做的 因为衍生出来的社会问题比较多 当然看回现在即将离任的美国总统拜登 有人说他会在APEC期间见习生 同样在APEC期间又中企控股开发 令美方多次表达很害怕很危险 就是秘老的前海讲 这项目就在世界面前揭幕 老头社也认为为这样 在南美洲 其实特朗普已经在与中国的贸易竞争当中 在南美洲 已经在拜下阵来 虽然还未上任 以前海港为代表的种种迹象 将会令特朗普政府发现自己已经处于下方 但是他觉得无所谓 或者这座拉美地区 连通亚洲的海上伸输楼 就被认为是白宫 在这片资源富饶的大陆上 即是美洲大陆 面临更大挑战的一个影像 或者叫熟营 近年来 由于中国 对熟米 还有大豆 铜 牛肉 鲤 等等 是生产这些东西的南美洲国家 当然帮他们买很多东西 买很多东西的 中国南美洲的投资和贸易额迅速增长 其实在2015年 中国已经正式超越了美国 那怎样呢 超越美国 就是 成为了秘鲁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联合国 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亦显示 2002年 中秘贸易额 相比美秘贸易额 即美国和秘鲁之间的差距 拉到163亿美元 这个与十年前 美国在这个地区占 是主导地位的情况截然相反 我们看回历史 中国首先在17年到21年 即是川普首届政府的时候 即第四十五届的时候 第一届 做的时候就是第四十五届总统 在美国优先的政策之下 亦都是跟 美国拉开了距离 在拜登执政期间 这个差距越来越大 现在中国亦都是巴西、智利 阿根廷等等南美洲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 在 美国和其他欧洲的专家看来 这就是削弱了整个西方 而且 亦都是在美国 自己的后院 有这么大的政治影响力 当然 看回 美国 国务院 前官员亦都是现在这个智库 的一个 是 副主席他亦都说 中国已经积极进入了拉丁美洲地区 迅速地学习 并且准备长驻 留下 除非美国以一种新的和更有效的方式 有意义地优先考虑 拉丁美洲的 经济 如果不是 他们继续会向中国全面倾向 亦都看回中国现在通过 经济合作 逐步增强在美洲的存在感 这个亦有助于抗衡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存在 抵消了所谓贸易战的风险 即将落成的前海港亦都体现了这个战略 这个港口位于秘鲁首都利马尔北80公里 由中企 中远 海运集团建设 游望大幅缩短 南美 对亚洲的海运时间 当然秘鲁方面寄予厚望 我们的目标 就会成为拉丁美洲的新加坡 他们就希望这样 你知道新加坡在 东南亚来说很重要 因为马六甲海峡 秘鲁的交通部长亦都说 前海港将会令到秘鲁和周边国家拥有 直通亚洲尤其是通往中国港口的航线 并且将这个运输时间 缩短10到20天 他亦都说过 前海港不单止将会和 墨西哥 太平洋沿岸最大的港口 曼萨尼港竞争 亦都将会和美国第二 繁忙的长滩港 是竞争的 当然这个 亦都不是 美国想见到的东西 长滩港在哪里 就是加州 加州 之前亦都说有罢工 后来好像搞定了 地处太平洋沿岸 其实前海港也都带动着 其他可以加剧地区 和联通性的投资 秘鲁政府现在推进 可能好之100亿美金的铁路项目 亦都令到 更多的巴西大斗通过陆路 运到秘鲁 之后再度是中国降低成本的 而 并非只能够将货物 运到墨西哥或者美国加州 其实 巴西驻秘鲁大使 苏华雷斯亦都说过 这样的运输时间 差不多短了一半 这些基建当然中国非常傻家 深中通道就是了 大家看看 不单止国内 其实海外也是 出海也是很厉害的 路透社亦都觉得 虽然当地官员 公开普遍地谨慎表示 中国和美国都是重要的合作伙伴 但是 私底下 他们承认中国对于拉美关注度更加具体 更加深入 更加多 路透社亦都访问了当地官员就说 秘鲁愿意与所有国家做生意的 但是中国所做的 将会是投资集中在拉美和非洲 这个亦都是和地缘政治 一个 是变化有关 官员亦都说 秘鲁还希望在APER峰会期间 和中国 升级两国的自贸协定 几年以来 前海港 亦都是 项目亦都是 免 亦都是 很难 不被西方批评 好像刚刚射任那位 是 美国 南方司令部的 前司令 亦都是 老新常谈 炒作中国威胁论恐危险 军民两用 前海港恐危险 亦都担心 中国军兰日后停泊前海港 不过 这个推测早已是遭到驳斥 中远海运前海港项目的总经理 当地人就是李奥斯 Hios 其实他亦都说 中方 在前海港的投资百分之一百商业性 这个是私营 企业根据市场规则进行的投资 它可以 有不同的地缘政治解论 但是 它不是一项有任何国家安全风险的投资 别人都觉得没风险你又觉得很危险 关你什么事 别人秘佬都没出声 当然无独有偶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担任美国铸细银代表 叫Eric Beather 他亦都说过 原来他在 今年五月在米亚美举行的一场会议上就说过 等到秘佬前海港和巴西连接起来时 我们就会听到 是一个哮响的警钟 恐惧到现场的访客 那些嘉宾就 好像是滑滑声 其实 刚才那位官员 他有关言论亦引起注意 虽然 他曾经做过川普的 男人 因为他的 发言不算是最高级的 但是他的发言 看上去仍然是西方大有偏见和炒作性质的警告 但实际上他亦首次强调一点就是 前海港 对秘佬巴西 乃至整个南美 产生巨大影响 值得一提 美国官员曾经以中国威胁、安全 弄什么东西军港阻挠 但是被秘佬无事 被秘佬无事 其实在发展商贸和投资关系上 中国 在南美比其他国家更加积极主动 亦更加热情 这个也很正常 前海港当然是 漂亮的地方 大家可以去一下 小地露目以前在秘佬 住过一段长时间 以前在中山古镇 进口的灯息在秘佬买得挺好赚 现在就不行 因为现在的电商也挺厉害 已经不需要这件事了 已经不需要这件事了 看看回来 刚才我们说过 很多美国官员 都很担心 炒作中国威胁论 很有偏见 前海港建成之后 一定会将 和南美洲大局巴西建立联系 这种西方人眼中 当然是增加了地政治风险 但是由于中巴的经济关系 非常密切 其实和阿根廷的关系也很密切 那么前海港 它的扩散 出来的影响力 其实看到他们 也是担心 不出奇的 但是这些 是因为他们的偏见 为什么不能合作 对吗 那么前海港在哪里呢 就是位于秘佬首都利马 二北八十公里 地处南美洲太平洋沿岸 属于深水梁港来的 19年中远海运 港口有限公司 收购前海港百分之六十的股权 之后又取得了 都是独家的经营权 那么前海港 并定议为 秘佬门户港和区域书柳港 通过 隧道 和泛美公路 是相连的 直达首都利马 来往的货物能够 非常便捷地通达 秘佬和拉丁美洲国家 亦大大提升了 贸易辩利 作为中备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合作项目 以及 中国在南美洲管理 营运的第一个港口 整个前海港投入了多少钱呢 就是36亿美金 一期工程总投资额 达到 13亿美金左右 前海港的建成亦展现了一带一路 倡议 其实是可靠和高质的 亦令到 项目所在角 即秘佬受益 拉丁美洲官员和专家亦看到 这个港口的规模 远远 超过目前秘佬和中国的贸易额 2023年 其实 秘佬对华出口 只是 231.6亿美金 进口额 就略略高过 121.3亿美金 和巴西这个 这么厉害的 是国家来说 巴西始终是 人口大国 没错 这些都是小数 同时 巴西 和中国的贸易额 几乎 是秘佬的四倍 他 势利 出口额是 1043亿美金 进口是 531亿美金 当然 因为巴西 记住亚马逊 亚马逊河 其实不是巴西独有 秘佬也是一部份 秘佬是很长的 我最记得以前我妈经常 秘佬煮的时候 她就会 拿些猪耳扇 放在神台上 我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有什么特别的功用 还是有什么 她说那些 土煮给她的 我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但有些很漂亮的很透明绿色 那我 我也不知道价值是什么 她说有些都是贵的 不知道 那些土煮给她 因为以前 民间的慈善组织 有人送些东西 当然 巴西 缺乏直接进入太平洋的通道 这个 可以解释 为什么巴西 亦是 非常赞成前海港的建设 巴西的官员也认为 前海港有潜力 并且寻求加以利用 巴西规划部长也说过 已经跟隆角 在秘路见了 就启动南美一体化的路线项目 他们亦打算在南美建高速公路和铁路 这件事想不到 巴西当然 巴西前宗主角很弱的 就是葡萄牙 就是葡萄牙 最搞笑的是 巴西当时 要离开葡萄牙和红西 好像是他的儿子 不要记错 就是要独立 怎样忘记了 很久了 好像是避 好像是避 之后 看看 巴西的 总统努拉 其实也是一行 是关键的基建 的 建设 他每一项都很想心 每一项都很想心 当然了 我觉得巴西 一直跟中国的关系都有 但是现在也希望 跟前海港 弄多一点 要弄多一点 这样才行 跟他弄几条铁路 对 弄多几条铁路 其实巴西的 独立没有记错 就是巴西殖民地 脱离葡萄牙 帝国成为 叫巴西帝国 没有记错就是这样 当然 看回他们的高官 我们希望 建设多几条 路线 可以一直延伸到秘鲁 前海港将会核心作用 因为他是一个这么大的港口 他们今年 原来巴西已经 跟秘鲁交通部 举行会讨 就规划五条路线 有两条延伸到秘鲁 在规划南美洲一体化 也考虑到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和结构变化 会问更加多 其实这件事 就是 他们更加多向阿根廷 美国和欧洲出席 就是他说过去的时候 就向这些国家 但是现在 巴西都承认 没意思 中国已经成为了我们主业的贸易伙伴 随着前海港 靠近太平洋 和亚洲的距离 亦都近了 亦都更加近中国 如果这个 是 见到一些铁路 或者是 高速公路去到秘鲁 这些路线 可以改善向中国出口巴西农产品和矿物 是物流的 亦都令到他国家 是会变成一个新的经济中心的 好像巴西不单止 李三国 把李矿 供应给中国电动车 亦都希望他们国家 可以加工 抗产和製造电池 然后再出口到中国或世界各地 巴西现在 想将南美洲推到 一体化 秘鲁应该都肯定的 秘鲁的实力 与巴西的经济实力差很远 巴西比秘鲁好 就是巴西的政局比较稳定 秘鲁就没那么稳定 但秘鲁每次政变都上算和平 我觉得上算和平 秘鲁国家 港部局亦都说 与巴西出口和供应链的联系 可以令到前海港更加成功 他亦都表示 中国已经向他们保证 他们已经与巴西合作伙伴进行谈判 他们渴望利用前海港作为 货物运往中国的 一个出发港 当然这些 刚才我说过 令到加州的长滩港 就不那么开心 因为在某个程度上都代替了他们的位置 都代替了他们的位置 多过竞争者 是的 当然有挑战 但是 很多人对前海港的潜力更加乐观 巴西出口商亦有些是怀疑的 但是前海港将会满足 在周边商业的需求 不单是秘鲁需求 亦是轮角的需求 亦都看到 好像哥倫比亚 由于没有通往亚洲的竞争性良港 所以 记住 黑瓜多以置地也没有 虽然 自地是沿海 但是 自地和秘鲁都接近 就可以利用前海港 这个经济走廊亦可以激活整个南美洲 并且希望 这个叫做两阳高速公路 还有一条铁路 这些 当然 应该是找中国做的 找大陆做的 因为实际上 对这些比较耍价 好 今节到这里 多谢各位网友 下节再为大家分析其他议题 是这样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